現在呢 颱風它的腳步是已經暴風圈接近花東 那擔心在入夜之後會有好大雨發生 花蓮吉安鄉四個村在今天下午開始就預防性撤離 村長還有軍方人員挨家挨戶勸導 預計要撤離三百五十五個人 而臺八線中橫路段十一號晚間六點 也開始實施預防性的風路 蘇澳至崇德路段也將在晚間十點過後禁止進駐 二十四小時全線封閉 請民眾多加注意 居民背著背包坐上軍車 要撤離到公所提供的避難場所 除了低窪的東昌村居民 另外南華村也因為在土石流潛市區 村長下午也一一通知居民預防性撤離 強烈台風暫術來急 請鄉親祝福 座域山區土石流 辛苦一下 你那個數哪咩 上班啊 村長和軍方人員貿雨 挨家挨戶敲門 有些居民已經提早撤離 有的責任在家裡整理行李 我就在那個廟那邊廟口那邊 等你們 跟孩子一起去 回中午餅拿一拿 散述颱風來勢洶洶 花蓮江首當其衝 加上適逢大潮 可能會引發海水倒灌 山區也可能發生土石流 吉安鄉公所針對東昌太昌 湖激和南華四春 共計三百五十五人進行預防性撤離 全縣將預警撤離兩千三百人 預計在天黑以前要把我們的所有的鄉親 送到安全的這樣的一個收容所來 有些居民選擇到公所提供的安置地點 也有人到花蓮市區民宿避難 花蓮總動員加緊腳步做好防災工作 跟颱風賽跑 記者綜合報導